弗瑞德戰隊 目前由四位選手進入了待定區 但是現在還有起死回生的環節 那麼待會弗瑞德老師 要給大家出的題目 是以紅醬為主題做出來的料理 可是我們現在要讓大家 來宣傳食材了 搶食環節限定兩分鐘 進入到我們的全聯生鮮區 大家準備好了嗎 Let's go 動起來 跑起來 百米的速度 紅醬就是要番茄對不對 剛剛很多人都直接衝過去搶番茄 這個要做好的料理 首先食材新鮮很重要 還有種類繁多 還好在全聯福利中心 我們統統都能夠拿得到 不要有遺漏哦 我們待會不能跟旁邊的人借哦 選好了嗎 再看一眼 再講一下 好 所有的選手都已經下好 離手期待 PREADER戰隊為大家帶來的表現 15分鐘 自食開始 高級 retrans 我們來做 明顯 你做這個 我們做的 我們做的 老師喔 這個主題是 紅醬 紅醬呢 是西式料理當中 非常基礎的 那我們在剛剛選材當中呢 你覺得哪一些 是要特別的注意的 因為基本上 紅醬是法式餐點裡面的 5種醬汁的 取出道的 其中一種 那它的變化性 其實非常多 它不管是可以配肉 也可以配海鮮 如果你想要配海鮮 當然是用酸一點的 那如果想配肉 尤其是 它的味道比較重的肉 其實甜度可以拉高一點的 凱君 今天就是要做的是 小卷跟蝦仁 對 的一個炸的料理 那我會融合一點 台灣的風味 九層塔 就是一個很下酒 或者是看球賽的料理 志祥這邊 是不是蝦子的量不夠 對 它好像有點打不起來 志祥要用刀子拍一拍吧 刀子趕快拍一拍 可以緊急的趕快把它做成這個你要的蝦泥的狀態喔 好 好 君浩你這邊要做的是 我做的是紅醬的一家裡面 那我是單純用蔬菜 跟雞高湯 然後去做的一道料理 那最後再會用上綠檸檬 來增加它的酸味 其實做紅醬呢 有幾個重要的地方是在 你要用多一點點的油脂 去炒你的番茄和蔬菜料 是 這樣它的甜味和香氣才會出來 林妮把酪泥剁成泥 你現在要做的是一道什麼樣的料理 就是我想像是用做紅醬 然後中間放點酪梨在裡面 然後就是把蝦會煎過的時候 把它掛在旁邊 這樣可以這樣沾著去吃這樣 滿套起的 因為它的酪梨是沒有熟對不對 對 因為裡面全部都超深 我已經選一個超最熟的 那我反而建議你不要用 好 沒問題 因為酪梨深 它的味道其實是非常不討喜 好的 謝謝老師 你可以試試看 你先試試看味道吧 不然它可能會顆粒感很重 然後又不甜 有 好像也可以了 好 志祥你這邊現在 我先把它打碎再重新炒一次 讓它可以把水分炒乾 然後等一下再回去打一次 其實紅醬你要炒要燉 你一定就是要 第一要讓它融合嘛 第二要它子溶性的東西 對 所以它的時間其實是 需要一段時間的 那它這樣的做法其實就是要縮短 要先把它體積變小 然後再讓它受熱 然後炒過之後再讓它收汁 然後再回答 我是沒有試過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OK 凱勳的紅醬感覺起來滿濃稠 如何 酸中帶甜 然後再帶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刺激的感覺 刺激的感覺 俊昊的義大利麵要起鍋了 感覺滿稠的 醬汁是因為都巴附在面上 所以感覺好像 留下來的醬汁比較不多對不對 對 乃和你這邊 我現在在準備打盤 最後一分鐘差不多要擺盤沒錯 對 然後這邊再最後測試一下 加油 加油 倒數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停手 走 我的菜名叫中西一家清 我選擇了九層塔 像是台灣的鹹酥雞那樣 想要讓大家配酒或者是聚會的時候 都是一道很好的派對的料理 這次紅醬我做的是用小番茄 跟另外兩種番茄 讓紅醬產生一個比較甜味的感覺 然後搭配中捲 然後裡面是香我們的蝦滑 我這道是寧香的蔬食一家魚麵 那我是想要用我們簡單單的蔬菜 再搭配上一點檸檬 去把這道菜去呈現出來 可以讓餵不會這麼多的負擔 我的餐點是鮮蝦酪梨番茄 它的發想就是以那個雞尾酒鮮蝦的概念去發想 所以我紅醬裡面除了有基本的洋蔥蒜頭之外 加上一些的九層塔絲 那我最後再加一些那個酪梨泥 那旁邊的話還有配菜是一個魚衣甘藍 你們太想要把它做得很傳統 可是時間都不是這麼的足 所以呢味道其實都沒有這麼的對味 如果你今天在這麼短時間內 你其實可以做一些變化 不一定要把前面的 比如說紅蘿蔔洋蔥那些東西去炒 你就是去把番茄的味道先炒出來 然後再加一點點的蘿熱直接去打 其實就是很清香的紅醬了 這是最快速的做法 那我是覺得味道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凱君 凱君的味道相對它的濃度跟它的顏色 其實是相對接近的 志祥的話你的醬汁 因為你又過篩了嘛對不對 所以太水 所以你很多東西其實是扒不上去的 君浩的話呢你的紅醬的味道也不是很凸顯 因為你是最後是用雞高湯去煨煮那個麵嘛對不對 是 相對的其實你的雞高湯跟番茄的比例 其實是沒有這麼正確的 那種酸度跟那個清香度 其實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那奶痕的話呢 番茄的香氣跟酸度其實是有表現出來的 只是你那個酪梨啊 我還是覺得不應該放 因為它的味道沒有這麼的融合 在那個番茄醬...番茄裡面 那我覺得你做的菜其實都過於保守 很多都是小點 所以這就是比較難評的地方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做出一個決定 如果呢有兩位能夠繼續 我們跳裡莊的賽程 你會把這個名額給 我第一個給凱鈞 謝謝老師 然後 乃恆 謝謝老師 恭喜凱鈞跟乃恆 那俊昊跟志祥面臨淘汰